在助理員工的陪同下 館長走出健身館搭上車 門湄官有說有笑 突然一名男子小跑步衝出來 從側背包掏出一把槍 不到一米的距離 對著車內猛開 員工來不及反應 館長翻了好大一圈 摔出車外 倒在地上血流不值 案發前嫌犯早在旁埋伏 算準館長在車內跑不了 直接衝上前 邊開槍邊倒退 轉身逃跑的過程中 還把槍指向怒人 怒人被嚇到趕緊蹲下 找地方掩護 尽管已經重彈倒地 館長還是打開直播 我中了兩槍 希望大家 如果這次我不幸死的話 請大家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一定要傳承我的精神 啊 即使是硬漢但身中三槍 依舊痛到狂哀嚎 館長直播淚土遺言 請大家照顧我的老婆跟小孩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狂哀嚎 因為館長的傷勢集中在身體右側手腳 嫌犯這樣近距離形形式的拿槍連轟 似乎就是要置人於死 要不是館長粗壯的手臂抵擋 早就已經喪命 槍手犯案後跳上計程車逃逸 毫無懸念帶著槍支到附近的派出所投案 開槍的二十三歲 流性兇嫌 這個月初才在健身房騷擾館長 遭網友肉搜 因為館長有預告會去健身房 他才深夜埋伏 若動機真的這麼單純 有必要行刑是槍擊嗎 諸多疑點引發外界質疑 三線新聞週關與蔡春齊 N君小組 新北市報導